大家下午好 今天 现在是假日吧 大家假日一块 今天是双十节的下午 那早上装了两台车 可是早上安装的车款呢 我们没有在我们自己的粉丝团做直播 是在喜美八代 还有一个是十二代的artist的社团里面做直播 那今天这台车呢 我们选择在我们自己家里面做直播 因为KT的工厂里面呢 就有Camry的六代的时装车 可以给Camry的车友来做试试 那今天的刚好来的车款呢 也是六代的Camry 那这台是2.0升的 基本上车主也有改装了一些的 像是铝圈 还有前后刹车的部分 那避震器的话 大概是副厂的避震器 已经使用了一段时间 该要做态换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它原厂 原来拆下来的避震器 这个是 这并不是Toyota Camry原厂的避震器 这个是 大概四五年前车主车友呢 它是从 在 这个是KYKYB 就是台湾做的KYB 所以它用了一段时间之后 主名有差不多快烈化 所以有一个基本的 很典型 它并没有漏油 可是它乘坐起来的感觉呢 譬如说我们在高速公路好了 明明路很平整 但是它就会像 在海上行船一样 不断不断的上下飘移 那前面的话 也是沿用原厂 可是在我的经验来说 像这样的悬吊系统 如果是沿用原厂上座的话 通常会遇到几个问题 第一个 这个车龄 像这台车或公司的试乘车 都大概有超过十年以上的车龄 如果我们把这个上座拿来沿用的话 那它的橡皮 或者是前面上座的轴承 就有可能损坏 那换上去之后 如果有问题的话 请问是原厂上座的问题 或者是KT的产品的问题 就很难做产品责任的厘清 但KT的话 换KT的Camory 不会有这样的烦恼 因为KT的Camory呢 我们就有附上座了 而且是原厂型的上座 它的益率是最少的 那弹簧部分的话 在后弹簧的话 KT也是打一个大卷的弹簧 因为像是五代 六代 七代的后悬吊系统 都还是一个卖花层的悬吊系统 基本上它的后面的路感传递呢 是很直接的 如果后面是用直卷的弹簧 那这台车 我保证Camory 绝对会不好做 所以我们为了Camory的 这个五代 六代 七代的车款 专门打了一条 250厂 四公斤 大卷的弹簧 来让它的乘坐感觉呢 能够更符合 像这样大型房车 应该要有的舒适度 所以这个是在 KT在Camory上 特别特别用心的地方 那至于前面部分的话 它的前面一样是麦花层的悬吊系统 但它的前面上座 并没有像五代一样有斜度 它是平整的没有错 所以它的上座 像这个的话 上座其实也有一点油势 应该寿命也差不多了 万一我们还是拆装 原厂上座来沿用的话 那就会有一个问题 这个寿命也差不多了 装上去之后 如果隔了两个月之后有问题 那到底是原厂上座有问题 还是KT品质不好有问题 所以改装KT的话 在Camory车系的话 就不会有这样的烦恼 因为我们前面上座 后面上座全部都有附 而且是总成件 在济湿上拆装来说的话 也比较单纯 因为盐用原厂上座 除了有刚刚提到过的问题之外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当济湿的成熟度 我们配合的济湿 或者是很多的店家 其实功夫都淋下在我们KT之上 那万一遇到水瓶比较秤身不息 或者是遇到今天的济湿 刚好是在实习的 那沿用原厂上座的时候 它原厂上座的沿用的零件 什么该沿用 什么是不需要沿用 就有很大的问题 所以有附上座 其实是能够规避这样的风险 所以这个是KT的 在Camory车系上最大的优势 那我们来看一下 后面已经安装好了 后面的话KT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在拆装 在调整储拟的时候 不用再把避震卸下来 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 后面的弹簧部分 后面这里 这个车友也有改了四盟 四盟的刹车也很棒 这个后面是应该对向的 四盟的刹车整体的CP值很高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后面悬吊系统是麦花城 这个弹簧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过的 它是一个大卷弹簧 它的舒适度的话就会好很多 因为它的弹簧的宽度内进的话 是做很大 简单来说就是为了这台车 才做这样的开发 离载串的部分的话 就直接沿用原厂离载串 不用再多花钱 改短的 然后改可调的都不用 这里有一些油管固定架 还有ABS的一些感应线 当然啦 这些都已经算是安全的一个标准 应该要有的配备了 高低可调的话 并不是靠压缩弹簧来改变测高的 所以像这样统生可调的机构 它能调高跟调低的范围很宽 它能最高也能跟原厂一样高 最低的话要半指幅 昌廉的话都没问题 而且它的调整测高的方式还蛮简单的 把这个托盘旋松之后 长度拉长就变高 长度缩短就变低 所以调整测高还蛮方便的 那用料的部分的话 我们等一下前面再来介绍 我们先来介绍后面的五代 六代 七代的Camry 要调整鼠泥的时候 要怎么做调整 你绕到那边 我从这里来做讲解 这个五六七代的后面避震器 要拆装的时候 其实有点小小麻烦 需要把这边的后背 在靠的这个椅背 屁股在做的椅垫 要拆开之后 这个椅背需要拆开 拆开之后才能够拆得到 避震器的上座 在这里 上座的话有三颗螺丝 但是像这样的话 要调整阻泥就有点麻烦了 因为这个椅背要全部拆掉 才有办法调整到 避震器上部的阻泥 所以KT为了五代六代七代 专门做了一个这个调整扭 我们从这个地方延伸出来 等一下椅背再装上去的时候 就露出这个小小的调整头 从这个地方就能做阻泥的调整了 后方的阻泥调整跟前方一样 顺时针变硬 逆时针变软 KT一共有三十段的阻泥 可以做调整 所以这个是我们特别为了 这几个车种特别贴心制作的一些小东西 那我们来看一下前面的介绍好了 前面因为这一台车是2.0升的 那车主的诉求也有特别说了 是要特别的舒适 所以前面的话 我们配置的谈簧光斤数是220长 只有打6公斤而已 那相对的它的舒适度的话 就会好很多 这个前面也是多后赛的卡钱 这个是四门的卡钱 所以基本上底盘改装已经都差不多了 这个是P-E的米其林的P4 轮胎的话 像这个版本应该原厂是16寸的 车主也有升级加大了 这个是17寸 215、55、17 算是CAMERI里面 6代里面标准的一个尺寸规格 如果是S版的2.4的 应该就是配17寸 或者是工厂里面的试乘车是3.5的 3.5的 原厂也是配置了17寸的旅圈 但我们工厂里面的试乘车呢 为了要挑战更高的难度 我们把轮胎跟铝圈呢 换到19寸 它的扁平比呢 是235、35、19 所以它的扁平比很薄 那一般来说 这么薄的扁平比 一般的试乘起来的反应一定会说 这样的扁平一定会很硬 因为路感很直接 少掉了弹簧 少掉了轮胎的缓冲 但是我们家的235、35、19的CAMERI呢 绝对不会有这样状况 那很简单 就是希望车友们呢 来工厂里面来试乘看看 来多多比较看看 那我们来介绍一下前面好了 KT的用料 KT的用料的话 像是主尼油的话 我们使用的是 意大利一整桶进口IP的主尼油 所以这个油品在是 如果有其中大型重机 意大利有一个大型重机的品牌 叫Aprilia Aprilia它的前叉的指定用油 还有后Business系的指定用油呢 就是都用意大利IP的主尼油 所以它油品的稳定度相当的不错 那像油风的部分 我们使用的 这个是日系车KAMERI嘛 日系车的话 很多车友改装的是 日本很知名的绿色的品牌 叫Tim Tim的话 它所使用的油风 也是NOK的油风 那KT的所使用的油风 也都是NOK的 所以我们的 商品的寿命呢 才会比较好一点点 那前面的话 它一样是麦花城的悬吊系统 它的要做舒适嘛 所以前面才配6公斤而已 这里有一些固定座 这个是理载串的固定点 还有ABS感应线 或者是油管固定架 这个油管固定架 它的形式有比较不一样 因为已经有改过 四门的刹车系统 所以这个变成金属油管 所以它的油管长度的话 固定方式跟原厂 稍微有点不太一样的地方 那测高的调整 一样是从这个地方来做调整 我们把这个齿轮状的托板 旋松之后 它测高 如果升高之后 测高就变高 那如果要降低的话 它这里的间距会变小 就有办法降低 所以这个是前面 KAMERY 6代呢 它调整的方式 这个调整方式算是 遍生器里面还蛮简单的 因为就单纯是调整长短而已 没有特殊安装的技巧 尤其是KT 它连前面上座 后面上座都有附 在技师上安装的话 就更没有特别的技巧性 因为我们全部都有附 不需要再拆原厂的来源用 KAMERY的前面很方便 它引擎室打开 从这个地方就能看得到 避震器的上座 那上座这里有一个KT的logo 往顺时针的话就变硬 往逆时针就变软 从这个地方就能做阻尼的调整 那我们把这个棒子拉起来 可以看到一个地方 会过曝吗 还好 这里有一个 有一个黑色的防水钮 这个防水钮 因为毕竟前面是引擎式 有可能雨刷的水会流下来 或者是在洗车的时候水会喷溅到 那有可能造成筒心里面生锈 造成日后鼠泥没办法调整 所以KT在这个地方有做一个防水塞 水的话就不会跑到轴心里面去 那水日后就不会造成里面有锈死的状况 所以这个是KT也算是比较贴心的一些小地方 而且这个有附全新的上座 不需要再拆原厂的上座来沿用 这个是2.0升的引擎 这台车也顾得很漂亮 而且有改了雨眼大灯 这边看得到吗 有改了雨眼大灯 跟一些雨眼的雾灯 车主都很用心在照顾这台车辆 这个喇叭也是紧绷的 这个是日本PR的喇叭 要懂得懂后的人才知道 好 以上是今天KEMERY六代的安装直播分享 那刚刚一开始有提到过 KT的工厂里面刚好有KEMERY的实车 可以提供给KEMERY的车友们来做实车的试程 那很欢迎跟我们的 今天是在自己家里面KT的粉丝团里面做直播 很欢迎直接私讯我们KT的小帮手 可以帮大家来安排试程的时间 或者是说对其他车种也好 有任何问题也很欢迎跟我们联络 像刚刚早上我们直播那个CIVIC8代 就临时有一个风源的车友 刚刚应该不小心再有没有在线上 就立刻来这里做询问了 所以我们工厂里面其实有不同的车种 可以提供给大家来做试程 那有问题的话很欢迎大家实讯给我们 今天的KEMERY六代的直播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